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肥胖成了很多都市人的通病 肥胖不仅让你看起来油腻,没有精神 而且还会带来不少健康隐患 想要减肥,饮食控制,自然是关键 不减少热量的摄入,减肥就无处弹气 那么减肥吃怎么瘦得最快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减肥食谱 让你耍掉大肚腩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十盒山楂 山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 我们平时所吃的冰糖葫芦就是山楂做成的 山楂的盒子比较硬,果肉比较薄 味道微酸,色 山楂可以生吃,也可以做成果腹,果糕 还能入药 山楂是女人的减肥片 有非常好的养颜,瘦身功效 山楂富含维生素C,胡萝卜素的营养素 能够清除自有机,增强身体免疫力 女性多吃山楂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 减少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 山楂能够降血压,降血脂,清除肠道的有害细菌 能够有效预防癌症,如果得了脂肪肝就要多吃山楂 山楂能够帮助消化,能够养肝,去脂 山楂能够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和肝油三脂 预防动脉中央硬化,山楂还能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降低心肌耗氧量,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良好 再准备一个苹果,苹果是一种低热量水果 每100克苹果的热量是53000卡左右 碳水化合物是3.5克,所以特别适合想要减肥的人使用 苹果含有大量的糖分,有机酸,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 以及甲元素,而且苹果可以增加饱腹感 降低其他主食的摄入,可以避免过多的热量进入体内 吃苹果不仅可以辅助减肥,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苹果中维生素C液的含量都很高 能延缓组织皮肤氧化,清除自有机对皮肤的伤害 缓解皮肤粗糙的问题 减肥人可以用苹果来代替午餐 能减少热量的摄入,达到减肥的效果 苹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素,果酸,果糖等成分 不但可以促进消化道内消化液的分泌 还可以增加肠道蠕动的速度 对于便秘有改善作用 从而起到清除素变,帮助减肥的目的 再准备一个柠檬 柠檬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 现代浴血研究发现 柠檬中含有的维生素B 维生素C,柠檬酸,苹果酸的营养物质 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较高 柠檬中维生素C含量较高 而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功能较强的物质 可以有效清除人体内因抽烟、酗酒等 多种原因出现的毒性自有机物质 所以沉起时,用柠檬泡水饮用可以起到排毒的作用 同时,由于柠檬本身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酸性物质 泡水饮用后会增加胃部胃酸分泌 其到促进胃肠蠕动的作用 所以两餐之间用柠檬泡水饮用 可促进消化 避免食物在胃肠内长时间堆积 从而达到辅助减肥的效果 再准备6个红枣 红枣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 脂肪含量很低 红枣里具有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帮助吸收、消化食物 对减肥有一点的好处 在减肥的时候适当吃红枣 不仅补充身体所需要营养 还能起到补气血的功效 而红枣还有一只癌细胞生长的效果 女性吃红枣对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红枣的维生素C含量较高 在水果之中具有贴量维生素丸的美称 还能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 加强胸部发育 补益脾胃、调和药性、羊血凝绳等等功效 减肥的人吃了红枣之后 会有较强的饱腹感 因此减肥吃红枣很好 大枣中的维生素P 就维持毛细血管通透性 且改善微循环 从而抑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还可以调节人体代谢 增强免疫力 抗炎、抗变态反应 降低血糖和胆固醇含量等作用 红枣清洗干净之后 把枣盒剪掉 现在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加入一些好生的清水 开大火煮开之后 再转小火煮二十五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之后 就可以关火了 将它盛入碗中 这样一道酸酸甜甜的减肥汤 就做好了 山楂、柠檬、苹果竹水 通常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 有止蟹、延缓衰老等作用 山楂、柠檬、苹果 含有膳食纤维素和多种酸性物质 可调节胃酸分泌 促进胃肠蠕动 可以促进消化 适合消化不良的人 苹果、山楂水 含有胡萝卜素 维生素C和类黄酮 能够有效清除人体内的自有机 延缓人体衰老 还含有抗菌成分 可以抑制肠道内的细菌 特别适合减肥的人群食用 平时在生活中 我们还要注意 适当增加运动量 尽量不要空腹运动 最好猜后一小时运动 不要激烈运动 关键是持之以恒 保持心态平和 心情愉快 大便通畅 现在正式减肥的好时间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可以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